原标题 可以说是古今第一人在他统治下的蒙古帝国 蒸蒸日上所向拼命 仅仅数万的蒙古军队竟然能否征服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一个奇迹 蒙古帝国的铁骑曾经踏遍的欧亚大陆 花纳子摩等强国纷纷被消灭 最终只剩下了数以万计的尸体和连绵不断的战火 西方人痛苦的趁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简直是上帝之鞭 是上帝派蒙古人来惩罚他们的 可见蒙古人的军威和其雄壮 蒙古人在欧洲可谓所向披靡 但是在对中原王朝的战争中却进展得非常不顺利 在成吉思汗临死前 中原的三个王朝 金王朝 西夏王朝和南宋王朝一个都没灭掉 这也成了铁木真民终前的心病 在去世之前 铁木真向自己的儿孙们立下了三道遗嘱 第一道遗嘱 立窝阔台为大汉窝阔台为人忠厚 成吉思汗对其青睐有加 成吉思汗认为一个君主能治理好国家 笼络人心 靠的并不是杀戮和暴力 而是忠厚和仁正 成吉思汗一生虽然杀人无数 但是对这一点却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也唯有一位忠实的后继人坐上大汉之位 才能善待他的兄弟和亲人 而成吉思汗的其他几个儿子都被封封到了三大汉国 成吉思汗对儿孙还是非常爱护的 可是还是摆密一数 曾有人提出一半三大汉国不听从号令又怎么办 这也引起了成吉思汗的警醒 最终选择了野律储才 等能陈干地来辅佐国阔台 这才放心离世 第二道遗嘱 灭掉金国金国 一直是成吉思汗的心腹大患 女真人曾经奴役蹂躏蒙古人 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才找回那尊严 女真人在与成吉思汗交战的过程中也是屡战屡败 成吉思汗临终前金国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皇帝四处逃跑 帝国一处击溃 然而成吉思汗仍然没有忘记七日的仇恨 还是兵主子孙尽快灭掉金国 可谓是有仇利吗 第三道遗嘱 灭掉西夏并图成西夏 是让成吉思汗感到最屈辱的一个名字 成吉思汗多次请西夏 同自己一起夹击金国 西夏虽然答应 但是却从不出兵 甚至因为西夏的突然撤退 让蒙古军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这让成吉思汗非常气愤 无奈当时年老体重 实在无力亲自指挥大军灭掉西夏 于是便嘱咐窝货台一定要杀尽西夏人 当时西夏的国都中兴府已经被重重围困 西夏无力在战 但是城中的百姓和老肉病残 仍然在坚持守城 抵抗城外数万蒙古大军 蒙古人正准备撤退时 中兴府却突然发生一场大地震 正是这场地震让所有人失去了信心 在成吉思汗死后不久 西夏就被蒙古军队灭掉了 参考文献 原始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